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来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是川普已经出院了 本以为老头70多岁了 还要再过几天能好 没想到好这么快 美国的医疗水平还是高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是招扣天下 他已经好了 他已经不咳嗽了 不可信了 看看这老头现在气色还不错 估计还能再干20年 他腰好应该腰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 果不其然马上又有人要玩双标了 这是华春莹 他说真诚希望所有美国患者 治疗的待遇跟总统一样 刚刚才说 美国医疗制度不错 治疗总统的新冠肺炎有效率 马上华春莹就过来双标了 他说美国依然出现了 一天5万多的确诊情况 然而只有川普一个人 能够进入军事医疗中心 接受医疗的治疗 但是美国民众 没有这样的治疗机会 说美国医疗制度不公平 我在想华春莹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小心一下 你三万市还有防复 就是周金山湾区还有防复 有房产在美国 小心 现在美国正在制裁中共 虽然屁股决定脑袋 我理解他说这些话的苦衷 但是要小心了自己的利益 别看今天闹的欢 小心将来拉清单 自由亚洲电台 他报道了他说 华春莹翻墙上推特 又出洋相 这不就是一个双标吗 是吧 那还有人就说了 说希望我国的老百姓治疗 待遇能够和老干部一样 你别拿美国说事 这里又有人说 竟然很多人拒绝承认 川普使用临床三期的试验药师特权 我明确告诉你 听好了 全美国没几个人 有权用这个实验药物 尤其是像川普一样 想用就用 想不用就不用的 这一期的就是说 这个川普是搞特权了 那别人这边的评论啊 就是川普早有签法案 对于未上市的三期临床试验新药 病人有权决定是否愿意试用 这个法案救了很多人 今天川普也同样得到这个新药的救治 这个还是一个美国大兵 那这个人要小心了啊 有这种异论形态的 这个美国FBA要小心了啊 搞不准这背后啊 可能就是收了老公的钱 FBA应该去查一查他啊 但是呢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 口口声声说 川普这是搞特权啊 那川普的特权多了 你要是按照这个特权来说的话 那么总统专属的空军一号 这是不是特权 我告诉你 这就是特权 总统他住白宫 这是不是特权 这也是特权 但是这个特权是没问题的呀 这个特权是美国纳税人赋予的呀 是受宪法保护的呀 这个特权是没有问题的特权 如果他不做空军一号 如果他不住白宫 他们这个安全是怎么搞定 那如果按照这个双方的话 那很多人还说啊 那习近平他们有专机 他们住中南海 这也都没问题了 既然美国总统有特权 那习近平总统有特权 那这也没问题了 关键是屁股决定脑袋啊 在这个位置上 有没有为人民办实事 川普他用这个三期临床实验新药啊 别人也都能用 但是中共的老干部 你住这个ICU 你住这个高干病房 老百姓能住进去吗 老百姓的这个医疗有保障吗 咱们今天不把这个话题啊 说得太大 咱们就聚焦在医疗这一块 医疗这个双标的问题啊 口口声声说 川普在医疗这一块搞特权了 那在中国有多少人看不起病 有多少人被病拖死 我都没有刻意去搜 我就随便刷了刷推特 脑海中随意回忆一下 就能看得有很多 脑海中随便回忆一下 那些没钱看不起病的 那些孩子哭着 跟他爸爸妈妈说 我这个病我不治了 家里的钱都花完了 治病太痛苦了 让我死吧 早死早超生吧 这是孩子对妈妈说的话 这话听得多心酸呢 这个根本就不用剖画面了 大家上网都能刷到 不管是微博还是推特 都看到这个 还有其他的 比方说有一个女的 她是因为看不起病啊 然后从医院楼里上跳楼自杀了 结果底下有一个小伙子 他父亲在动手术 他在医院门口抽烟 结果这个女的跳楼自杀 把她给摔死了 结果这一下就是几条人命呢 中国乐百姓有多惨 今天又看了这么一个啊 这位大哥问你们吃上的菜 能不能让我打包 这位善良的大姐 不但把手里的豆浆给了她 还给她塞了两百块钱 这位大哥感动的热泪盈眶 这里呢底下人说是 估计住院时间太久了 已经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哀民生之不义 啥时候能给百姓免费医疗 那么这个消息呢 是卧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他说给这个发展中国家 提供免费的疫苗 是吧 底下人说了我们没意见啊 这是在抖音发的吧 说我们没意见 那么请问本国人接种疫苗 也免费吗 看看中国现在的这种医疗处境 有多少人是看不起病啊 压在人们头顶上 这四座大山是吧 教育医疗住房养老 那三大块咱们就不多说 咱们就说这个医疗 有多少人是看不起病 在中国有多少人是小病硬扛 大病等死 就当是你没病 你老不生孩子 你去医院你得花这个钱吧 随随便便大几千没有了 有腾腾脑热 大几百起步 花个一两天根本就看不着的事情 地球上你属一属这么多国家地区 这种出现看不起病的这种情况 只会出现在中国 很多时候在中国那种手术做了一半 然后手术停 不行打钱 没钱的话手术停 人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一生一化 你这个钱你敢不给吗 有人肯定会说西方医疗制度也不健全 也有很多人看不起病 最近我也看过一些日本的电影 日本的几部电影里边也都说 有谁家庭因为孩子住院生病 花钱太多了 看不起病 然后我还特意去搜了一下 日本的医疗制度 然后我发现日本平均一个人都有四五份 这种各种各样的保险 而且有很多都是那种强制性的保险 虽然说你在一些电影上 你看到一些其他的国家 偶尔会有这种看不起病的情况 实际上那都是各类中的各类 有些人他得的病 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病 用的药也都是一些特别贵的药 但是这都是一个少数现象 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在中国这就是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你只要你进到医院去 哪怕说是大半夜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大半夜去医院 排号要排一个小时 这是在中国 排个队给他送钱 还有早两年那位电影 我不是药神 有位老太太她说这么一句话 她说 我得病两年 家里的两套房子都卖了 然后再没钱的话就要等死 口口声声说 川普总统在医疗这一块 享受特权了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 他们是看不起病 有网友留言说 现在很多医院 有专门的那种高干病房 里面的那种设备豪华着呢 护士漂亮着呢 反正国家都有个报销 身体缺了什么零件了 赶紧去大数据库去搜一搜 看看武汉的河南的那些大学 还有法兰功 有哪些年轻的 能够匹配上的 赶紧挖一个过来 把链接给装上 身体好了 肾又能工作了 然后还能跟护士妹子 再来一炮 这是中国当官的 他们的这种医疗 退一步说 咱们就不说川普 也是我前几天 我所批评的奥巴马时期 搞这么一种全民医疗制度 就是一种绝对公平的医疗制度 我在西班牙 我也享受这种绝对公平的医疗制度 就是说在看面这一块 老百姓基本上都是人人平等的 你不可能享受跟总统一样 跟首相一样 跟国王一样这样的待遇 但是人与人之间那都是平等的 平等到什么程度 任何人都要排队 我去医院看死病 从挂号到出结果要等一个月 在中国呢 你可能会快一点 但是你得花钱 你这一进一出 可能这一千块钱人民币就没有了 我在这里我也不是说 无脑的就去粉饰国外的医疗制度 就是好 像美国像西班牙 这个医疗制度 它是有一定缺陷的 但是它尽可能平均的照顾到每一个人 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最重要一点 免费 我在西班牙这一块是免费 既然是免费的 那就要排队 这是在西方国家 你要是买商业的医疗保险 那就很快 你今天预约免疫情统检查 你要是着急的话 马上救过车就开到你家门口 这是商业的医疗保险 那么这个商业的医疗保险 一年几百块钱 任何人也都能够掏得起 是这种情况 那么提到这个商业保险 我又想到国内那些保险公司 他们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大病险 其实都是各种各样的 啃各种各样的骗局 有没有网友在国内 是买过这种医疗保险 有没有经历过 你虽然说你买保险 一年你交了几千块钱人民币 结果到头你生病了 他给你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你这个并不属于报销的范围 那个药不属于报销的范围 结果一年你花了几千块钱 花了上万块钱 你买保险 结果你发现 这个自费的这部分 也是占了非常多的比例 我之前在国内广东 我认识一个朋友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老跟我抬杠 我一说这个政府哪方面做的不好 这个中国存在哪方面的问题 他老跟我抬杠 说你这个人啊 满脑都是负能量 总是跟这个国家主旋力的声音不一样 他总是跟我抬杠 他口才比我好呀 他经常把我说的 甲口无言呀 这位朋友 后来呢 过了半年 他父亲得病了 然后他父亲住院住了几个月 然后没治过来 然后就去世了 走了 然后这半年之后 我再见他 我再跟他聊这些中国这些问题 特别是医疗这一块 我一提 他马上就破口他妈共产党 他的共产党太不是东西了 他说我爸去世之前在看病 花了这么多钱 也没有把我爸治好 人还是走了 在这个时候自己身边的亲人亲自经历这种社会主义铁拳的锤打之后 他醒过来了 他知道共产党是一个什么货色了 他知道中国的医疗体系是一个什么现状了 如果说有爱国粉红想跟我抬杠 没有关系 赵本山不说吗 走两步 有本事走两步 那我在这里我就说了 有本事你去医院你去消费一次 你去看看你能不能消费得起 你随便拦个出租车 你大说一回 带我去本地消费最贵的地方 肯定把你拉到医院门口 医院消费最贵 就算是你自己不得病 你就问问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住过院 在这里还有很多人口口声声说 我们爱国 中国人伟大 中国人真伟大 爱这个国 这个国跟这个党 你得要分开 医院他本来是应该就此扶伤的 那怎么住了医院 他就变成一种盈利机构了 你得去思考一下 这个医院的医疗体系跟共产党 跟那些药厂 他这整个利益供应链的关系 你得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口口声声伟大的中国人民 口口声声伟大的祖国 强大的祖国 一个让老百姓看不起病 小病硬扛 大病等死的国家 这个国家值得你去爱吗 这个国家的人民伟大吗 一个国家他是否强大 是否伟大 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军事 科技 领土疆域 也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高铁网 基础设施建设有多强 而是体现在每一个人 是否能够有尊严的活着 是否能够安全的活着 我不担心我生病 如果我生病了 我在医院里面 我相信医生他会救我 我可以把我这条命 放心的交给医生 当一个人有这份自信的时候 这个国家才是一个 值得你爱的国家 这个国家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上生活的 每一个具体的个人 才是强大的人 那么这个国家才值得你去爱 那对于那些说 川普在治病这一块 搞特权的那些人 缺的就是一丝大病 需要被这个社会主义铁拳 吹打一回就能醒过来了 好吧 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 关于医疗的问题 咱们又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希望支持本频道的发展 或者说对于我个人 给予一定的支持 您可以选择对我进行 被保的小额赞助 也可以通过加入会员 实现对本频道的支持 非常感谢